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德旺家中非常富有 良田千寝 奴仆数百 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豪 可刘德旺却有一个大烦恼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刘德旺经常请郎中来家里看看 到底是自己的问题 还是妻子的问题 可是郎中来到家里 为二人诊断片刻之后 对刘德旺说道 大老爷 您和夫人身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生不出来孩子 数老夫医术有限 还请您另请高明吧 刘德旺听后 对郎中说道 还请先生能够明示 你看到门口那一百两银子了吗 只要你能说出如何拥有孩子 那些钱都是你的 郎中看着门口那一百两银子 咽了咽口水 想要拿到这一百两银子 要知道一百两银子 郎中出去整整干活 五年都不一定能赚得到 郎中想了想 自己得到这一百两银子之后的生活 随即便绞尽脑汁 开始想了起来 想了半天之后 郎中还是没有想到办法 叹了一口气 便打算转身离开 可在临走之前 突然看到 府中的下人 腰上有一张符纸 赶忙转过身来 到了刘德旺的耳边 悄悄地对刘德旺说道 老爷 你可以让下人带着的去清风罐上看一看 或许那里的清风道长可以帮你解决此事 据说那清风道长专门解一答货 说着说着 郎中便转过了身子 拿着一百两银子 离开了刘德旺的家中 刘德旺当时也管不了那个郎中 带了些许碎银子 便去城中买了一些礼品 带到了清风罐上 请清风道长看看自己没有孩子 到底是因为什么 清风道长听了刘德旺的话之后 让刘德旺说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随后掐纸算了算 对刘德旺说道 施主 你命中注定有一个孩子 不用担心此事 如果你想要早些生下孩子 我便赐你一道符纸 你把这符纸天天放在你和夫人的枕边 半年之内 必会生出一个孩子的 刘德旺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 对清风道长说道 别说半年之内就是一年之内 我生下了孩子 我都会把这清风罐重新修缮一番 你就等着瞧吧 说完之后 刘德旺转身便离开了清风罐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说来也是特别奇怪 自从刘德旺把这符纸放在二人的枕边之后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刘德旺的妻子便怀上了孩子 这可把刘德旺给高兴坏了 他赶忙让洛川的工匠们把清风罐好好的修缮了一番 不仅是这样 还带着众礼到清风道长跟前 感谢清风道长 清风道长看着刘德旺的所作所为 对刘德旺摆了摆手 说道 施主 不用客气 你已经把清风罐修缮了一番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 谢谢你 刘德旺看着清风道长离去的背影 不禁叹了一口气 口中喃喃说道 真是得到高人 很快的 刘德旺的妻子便把孩子给生下来了 生了一个男孩 刘德旺给他取名叫刘成峰 希望他能够永远被人仰望 刘德旺 老年来子 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在刘成峰满月那天 刘德旺请了附近十里八乡的人过来吃饭 宴席整整摆了三天三夜 可谓是非常的扩庆 刘德旺的妻子对待刘成峰更是娇宠有加 刘成峰提出的任何条件 刘德旺的妻子都会满足 不光是这样 还对刘成峰说道 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只要是你想吃的 娘都会给你买 刘成峰点了点头 高兴地抱住了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母亲 您这么喜欢我 我怎么舍得糟蹋家里的钱呢 我虽说生在富贵之家 但是我平时之中跟随管家出去 也见过贫苦人家 了解过他们的生活 于是我有一个大志向 我打算好好读书 考取公民 帮助一方百姓改变穷苦的现状 要知道 刘成峰当时只有五岁 他当着自己的母亲的面 说出了这些话 可把刘成峰的母亲给惊讶坏了 母亲当时就目瞪口呆地 看着刘成峰 片刻之后 这才缓过神来 一把抱住了刘成峰 对刘成峰说道 儿子 你就是娘的骄傲 娘以后一定会为以你为荣的 刘成峰听完之后 重重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刘德望便给刘成峰请了司书先生 教刘成峰读书席字 不光是这样 还给刘成峰买了许许多的书籍 让他再闲暇之余也能够看看书籍 打发打发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司书先生当日来到刘成峰面前 给刘成峰教知识的时候 发现刘成峰这个孩子 对于课本上的知识一点就透 完全不像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 倒像是一个读了许多年书的秀才 司书先生越教越心惊 于是转头便对刘德望说道 你这孩子若是能够好好培养 将来定然是一个状元之才 刘德望听后高兴得何不拢嘴 对司书先生说道 那就劳烦您多沸沸先了 我这孩子我自己心里清楚 他只喜欢读书 什么也不懂 还希望您能够多教教他 司书先生听闻此话之后 对刘德望拱了拱手 口中喃喃说道 我一定会好好地对待成峰的 要知道只要他考中了功名 我脸上也有光 刘德望听后 哈哈大笑着离开了 而刘成峰自此之后 更加用功地读书 他原本就非常聪明 再加上每天读书 读到深夜才更休息 这使得他的功课进步飞快 甚至有些时候 还会把司书先生给问住 不光是这样 在平日的学习过程中 司书先生给刘成峰教的东西 刘成峰记一遍就全都会了 司书先生看到这个情况 口中连连称奇 就这样 刘成峰长到了15岁 司书先生对刘成峰说道 成峰啊 你去考个秀菜试一试吧 我觉得以你的才华 定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若你能够考上秀菜的话 你父亲定然会以你为荣的 而你也可以实现 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刘成峰听完之后 朝着司书先生拘了一躬 对司书先生说道 好的 老师 我知道了 此次考取秀菜 我必然会去的 当刘成峰把这个消息 带给刘德旺的时候 可把刘德旺给高兴坏了 要知道 刘德旺一生之中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考取功名 光宗要足 现在看到刘成峰要去试着考一考秀菜 可把刘德旺给高兴坏了 他激动地抱住了刘成峰 对刘成峰说道 不管这次考得好不好 你都不要灰心丧气 毕竟你还年轻 你记住了 咱们刘家 指出了你这么一个读书人 可千万不能气馁 不要因为一次没考好 就郁郁寡欢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知道了吗 刘成峰重重地点了点头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考一个秀才回来 要不然的话 对不起父亲这么多年 对自己的培养 想到这里的时候 刘成峰便朝着刘德旺 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刘德旺说道 我此次出去 一定会考一个秀才回来 不会给你丢脸的 说完之后 刘成峰带上了刘德旺 给收拾好的包裹 带着下人 转身便离开了家中 朝着考试的地方而去 因为司徒先生 是刘德旺请到家中来 给刘成峰教书的 所以刘成峰平日之中 也只在府中生活 不出去闲逛 对于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了解 此次也是刘成峰 为数不多地出来闲逛 可刘成峰走在路上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有多么热闹 反而看到四周围着的 全都是衣衫褂褛的乞丐 或者流浪汉 根本没有看见多少正常人家 刘成峰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就对身边的下人说道 你知道外面这些人 为什么不好好生活吗 他们没有家吗 下人看着刘成峰天真的样子 对刘成峰说道 少爷 那些穷苦人家或许有家 或许没家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如果不好好生活的话 早就饿死了 你能看到的都是为了 活着而活着的人 刘成峰摸了摸脑袋 有些不理解下人说的话 不过 刘成峰却对下人说道 那他们现在一定特别需要帮助吧 要不然你把咱们车上的馒头 给他们分一些吧 反正我们也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下人看着刘成峰认真的模样 朝着刘成峰点了点头 认真的说道 好的 少爷 我听您的 随后 刘成峰便把包裹里的馒头 拿出来一些 封给了沿街乞讨的乞丐或者流浪汉 那些得到恩惠的人 直接跪在了地上 朝着刘成峰的马车便磕起了头来 刘成峰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 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是做对了 便打算帮助有困难的人度过最难的时候 也算是为自己积点福报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刘成峰正是因为有这个想法 这才让自己躲过了一劫 活了下来 当天晚上的时候 下人带着刘成峰来到了最近的驿站 登了两间房间 随后又叫了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 对刘成峰说道 少爷 不是我故意要破费 今天晚上得吃点好的 要不然明天没有精力赶路 刘成峰听到下人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什么 便低头吃起了饭来 毕竟刘成峰现在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赶了一天的路 他早就饿了 吃饱喝足之后 刘成峰便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回到房间中打算休息 好好的睡上一觉 明天继续赶路 可就在当天半夜的时候 刘成峰突然觉得 自己的屋中 突然之间有一股恶臭 这可把刘成峰给恶心坏了 他连忙睁开眼睛 却看到在自己的面前 有一个浑身上下留着浓疮的中年男子 刘成峰立马便尖叫起来 睡在刘成峰旁边的下人 听到喊声之后 立马坐起身来 急急忙忙地朝着刘成峰的房中跑了过来 想要看看刘成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就看到 有一个流浪汉站在了刘成峰的房中 下人立马跑到了刘成峰跟前 对面前的流浪汉说道 你想干什么 半夜三更的 就以为没有王法了吗 流浪汉听到下人的说话之后 立马跪在了地上 对下人说道 我我就是太饿了 想到房中看看有没有吃的 结果却没想到把你们给吵醒来了 实在是对不住呀 求求你不要报官 要不然的话 我的妻儿老小可就都要饿死了 刘成峰听到流浪汉的讲述之后 立马清醒了过来 原来面前的流浪汉是想要点吃的 叹了一口气 对下人说道 你把我的包裹打开 我包裹之中还有一个完整的肘子 你把这肘子给着流浪汉吧 下人听完之后 惊讶地对刘成峰说道 少爷 那不是你明天留在路上吃的吗 你要是都给了他 那你明天吃什么呀 刘成峰没有回答下人的话 反而嘴中喃喃说道 你把我那肘子给他就行了 别管那么多 明天让他们重做就是了 下人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 便从刘成峰的包裹里面 翻出了一个完整的肘子 递给了流浪汉 对流浪汉说道 你可要感谢我们少爷 那是我们少爷 明天一整天的饭 他把他的饭给你了 他明天可就没饭吃了 也不妥你日后回报 只希望你日后 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就行了 再说流浪汉 接过肘子直接跪在了地上 朝着刘成峰磕了三个向头 随后便转身离去了 刘成峰看着流浪汉离去的备养 感觉到的只有无尽的悲哀与心酸 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刘成峰让一站里的人 又重新做了一个肘子 打算带在路上吃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刘成峰刚刚坐上马车 准备出发的时候 昨天晚上拿走肘子的那个流浪汉 来到了马车前方 不让他们前进分毫 刘成峰看到这个情况特别好奇 便让下人过去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此时只看见流浪汉四周看了看 对下人说道 我要和你家少爷单独聊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你决定不了的 下人看着流浪汉严肃的表情 点了点头 面对刘成峰说了此事 刘成峰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便连忙把流浪汉请到了马车之中 询问流浪汉到底有什么事情 流浪汉就这样看着刘成峰 片刻之后 丹西跪在地上 抱拳对刘成峰说道 恩公您还是回家去吧 明年再来考试 刘成峰听了 心生好奇 便询问流浪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流浪汉思虑片刻 缓缓地对刘成峰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 流浪汉是从他们赶考的地方 讨难至此的 要知道 当地被土匪给攻陷了 城中的百姓 大多都已经被杀死了 流浪汉是装作了乞丐 这才逃了出来 随后又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妻儿也给救了出来 随后 便一路沿街乞讨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与此同时 流浪汉一路对别人说着 港考之地太过危险 被土匪给攻占了 可是那些港考的人们认为流浪汉是个疯子 都不理会流浪汉 就这样直直地朝着港考的地方走去了 流浪汉看到他们一个两个的都不听自己的劝告 后来也就不再劝告他们了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了 可因为逃难的人太多了 施舍的人又太少了 流浪汉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 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过饭了 平时就靠着喝水度日 于是昨天晚上 流浪汉决定到驿站之中偷些粮食回来 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吃一顿饱饭 刘成峰听到这里的时候 对流浪汉说道 你把你的妻儿都叫过来吧 我的家中虽说不太富裕 但是给你们找个活干 还是绰绰有余的 流浪汉听到刘成峰的话之后 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他并没有对刘成峰说什么感谢的话 他心中决定 一定要为刘成峰鞠躬尽瘁 此而后已 刘成峰看着流浪汉的表情 知道流浪汉已经同意了 当即便对下人说道 走 咱们回家 明年再考 你没必要犹豫 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下人听完之后 也不好再说什么 便拉着流浪汉和流浪汉一家人 回到了家中 在说刘德望看到刘成峰回来之后 高兴得不得了 对刘成峰说道 儿子怎么样了 这次有没有考一个秀才回来呢 刘成峰听完之后 对刘德望讲述了 自己在路上所经历的事情 与此同时 刘成峰给刘德望说道 爹 你给这位叔叔和他的家人找些活干 让他们能有口饱饭吃就行了 流浪汉一家人直接跪在了地上 感谢刘德望的大恩大德 刘德望看到这个场景 不由得有些好笑 摇了摇头 便让流浪汉一家人站了起来 紧接着 刘德望看到流浪汉的相貌之后 嘴中喃喃说道 你难道是老胡 胡志涛吗 胡志涛此时瞪大双眼 看着刘德望对刘德望说道 是的 你 你是谁啊 我是二望 你忘了吗 咱们小的时候一块玩过 胡志涛上前一把握住刘德望的手 对刘德望说道 二望 你怎么在这里呢 看你这样子 混得也是相当不错 刘德望摆了摆手 对胡志涛说道 我这就那样吧 你之前干什么呢 怎么被土匪追杀至此呢 胡志涛叹了一口气 对刘德望说道 我之前原本开了一个武馆 土匪进城之后 第一个铲除的就是我 因为之前我帮官府抓过了不少的土匪 他们怀恨在心 自然不会给我好脸色看 甚至还要把我全家都给杀死 说到这里的时候 胡志涛喝了一口茶 紧接着又说道 我之前仗着我自己武功高超 便活生生地闯出了一条血路 带着妻儿老小 一起逃了出来 索性被你的儿子所救 这才逃过了一劫 刘德望听后对胡志涛缓缓地说道 可若不是我儿子伸出援手的话 我又怎么能见到你呢 我的老朋友 在说刘成峰不去考秀才之后 并没有颓废 反而在家中更加刻苦地攻读起来 他觉得 此次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知 他也更加能明白 穷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这也让刘成峰更加坚定了要考取公民 当一个青天大老爷的想法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一年时间过去了 又到了考秀菜的时候 刘成峰想了想 去年那些被土匪们杀害了的穷苦书生们 不由得为他们感觉到惋心 寒窗苦读数十载 却不听忠告 白白地葬送了性命 而朝廷在得知此事之后 当即便派下大军 把这些为非作歹的歹徒 全都给一网打建了 刘成峰想到这里的时候 叹了一口气 转身便离开此地 前往考秀菜去了 而刘成峰果然考中了秀菜 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洛川 刘德旺甚至还为此大摆宴席 喝得酩顶大醉 可刘成峰并没有因为取得这点成绩 就骄傲自满 反而更加用功地读其书来了 三年之后 刘成峰便考中了功名 被皇上封为了当地的县太爷 管理着一方百姓 而刘成峰自从为官以来 从不贪污受贿 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 被当地的百姓称之为青天大老爷 刘德旺因为做多了善事 得到了刘成峰这么一个儿子 而刘成峰也特别争气 虽说家中条件比较好 可却没有养成亡固子弟的习性 不光是这样 反而更加用功地读其书来 立志要考中功名 光宗要祖 最终 皇天不负苦心人 刘成峰因为自己的善心和努力 得到了该有的结果 朋友们 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碰到一些有困难的人 一定要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 除此之外 还要记住一句话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强大起来 自己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加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